被一群这样可爱的柴犬包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今天呢我在新京级里头就发现了一家专门录柴犬的咖啡馆 真的老有意思了 新京级上他非要拉着我去一家另一家网红店是专门看柴犬 这家京都斗柴作为一个网红打卡地 面积虽然不大但是来的人特别多 880日元一个人的票排队都排了几十号的人 然后那狗呢不能抱只能摸对 然后那狗呢有可能会不亲近你 但是他问你能不能接受 我们说能接受 进去之后先脱鞋后消毒 然后很简单就四个字 疯狂颅狗 本来在近代之前吧 我以为这些羞狗都是普通柴犬 就他那个店名京都豆柴 我也以为就是豆柴犬之类的 但听里头工作人员一讲吧我才知道 这些羞狗其实是柴犬里面的一个分支品种 就叫豆柴 所以你们看他长得跟柴犬贼像 但是身体却小一号 这些小可爱加在一起总共有个七八只的样子 他们不但不怕人 而且还特别温顺 就真的是随便掳不带己眼的 这只羞狗带个微博 不知道为啥有一种大佐的感觉 怎么样兄弟们 有没有被这群可爱的羞狗蒙倒 如果有 下次来京都别忘了撸几手啊 拜拜